封劍 哈嘍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的是 世紀帝國4的國境之王 SE聯賽的比賽現場 今天來看VORTEX對上 WHAM01的對戰哦 呃 我這個前面有上了一部這個 一小時的合輯嗎 就是完整對戰 正當我想要做這個其他組的對戰的時候呢 我看了一下 這一這一 round 好像大部分都打個十幾分鐘而已 真的是都蠻短的 可是 就想一下這個十幾分鐘這些比賽 好像有些海戰打的也蠻重複性質的 感覺我還是 剩下比賽用這個精華形式好了 絕對不是因為太累了 好啦總之感謝這個前一支這個精華片 不是精華片啊完整對戰片的一個支持 也不知道那天看完比賽可能就 比較興奮的啊做一下這個合集給各位看 不過這一這一 round 我們還是接下來用這個精華挑選的形式吧 我們來看一下阿拔斯對日本哦 張圖是這個卡瓦神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翻譯 呃是一個海陸混合圖 那既然混合圖是避不了哦一定會有日本出現的 基本上我現在看到所有海陸混合圖 日本出現的機率都非常的高 那 那 就像現在海戰啊群島什麼的 龍騎士團哦 現在龍騎士團海戰勝率超級高 在這個比賽 幾乎沒有看到龍騎士在輸的 就是後面這一段啊 我看了一下他們比賽的那個勝負 龍騎士只要選海圖哦 基本上都是贏的 所以 所以現在龍騎士是真的要要轉行哦 好啦那日本打海圖什麼特色哎 趕過啦漁船啊相當的便宜啊 減30的木頭啊 op 所以前期日本一定會開這個碼頭 阿拔斯的話呢是碼頭比較便宜哦 碼頭 有75木 那阿拔斯的海上特殊科技是這個 幼木圍桿跟阿玉布是一樣的 好共享這個一樣的海軍科技 軍艦生命值 後來還抖動一下 哎 阿日本的話 就是這個嗎 鍍桶 船劍火力遠程都提升甲爾 但其實這種地圖 最主要日本不是靠這個船上的 作戰能力啊 最主要是靠他第二時代的 甲爾鎮 忍者 做破壞行動啊 那就來看一下阿拔斯跟日本的對義吧 Voltix 是一個西班牙籍的選手 啊 WAM01我沒記錯他是那個 加拿大嗎 加拿大選手 沒有看到每次最後出現都這幾個啊 就四代現在選手其實也沒有 真的很多啊 我得說四代 層級這麼久了 也沒什麼新東西了這個 甚至有一些原本還在打的 不算很前段職業啊 就是高段玩家 現在有些都氣坑了 就 打太久太膩了 沒有什麼新東西就 感覺他們也沒什麼動力打 現在看到有一些 找部分啊 有一些 可能都已經在期待那個神話世紀 叫什麼 神話世紀 蟲術嗎 Retold 感覺那一款 我看一下玩法跟四代 整個 整個有點有點相似啊 概念上是蠻相似的 當然因為神話世紀還有一些 神話的東西 阿巴斯選什麼咧 當然是我們的軍事偏殿 因為日本這時候開賈賀鎮 軍事偏殿算是一個可以選擇的啊 就會有槍兵跟工兵嘛 可以去反制日本的人者哦 那因為賈賀鎮做完之後也會免費給你一個人者 所以 也算是划算了 我後來自己有試一下那個獵王修道院了 我突然講到獵王修道院為什麼 因為看到賈賀鎮的 因為賈賀鎮這個忍者也是免費神嗎 我後來自己試了一下獵王修道院 就對現在的英格蘭來講 其實獵王修道院多那一隻國王 坦白說有時候還蠻好用的 就對方如果不出單位黨的話 那個國王其實還是蠻不錯的 就蠻便宜的一個 那個 騎士單位然後你早期又可以騷擾什麼 只是說 大部分你看到比賽可能 因為兩邊都比較會打的關係 不太容易騷擾得到 但以我自己要玩的話 情況下 騎士還蠻容易有時候可以騷擾到一些東西 或是迫使對方出單位 所以我也只能說 這個Meta就是這樣 一邊打一邊的改變啊 這是怎樣阿拔斯過來搶碼頭是不是 ok 阿拔斯直接拉了兩村過來 要修碼頭 然後阿拔斯現在也要進到第二時代 不過日本是優先進到第二時代 理論上日本應該要先造一些劍 軍事 就軍艦出來防守吧 都沒有嗎 日本這麼有自信 ok 忍者出場 但他到這裡來的時候 第一台的巴格拉戰船可能就出了呢 好日本這邊也選擇巴格拉戰船 不是是榮克戰船 弩炮船 所以兩邊都是弩炮船開局 所以主要是阿拔斯這裡軍事偏殿開之後 兩隻槍兵跟工兵已經到達現場了 這個村民還被租給追死 好天啊 呃 右邊這裡的陸地戰我不太確定 這是陸地戰啊海戰 欸 日本取消的弩炮船 他沒有要造欸 他要棄手這個碼頭是不是 他想要打左邊的碼頭 日本過來使用破壞喔 點燃30秒 最主要是這30秒 你就不能做任何事情了 點燃 然後砍村民也蠻痛的喔 一刀20 一刀25 一刀25 超痛 打近戰有加5點傷害 不過村民好像不算近戰是不是 村民好像不是 村民好像就是打20 近戰是指那個軍事單位 村民不是 所以日本是很果決的啦 上面這個 那個湖泊他立刻就棄手了 沒有沒有要跟 阿拔斯去打這個 所以等於是阿拔斯浪費了一台巴格拉戰船在這邊 他搶了一個海域 下面這裡就看日本能不能把這個海域給搶下來 因為下面這裡 日本也是造了碼頭在升工兵船 兩個日本碼頭在下方 然後忍者在這裡不斷的干擾 這就是混合圖 日本的載制力 就靠這個忍者 阿拔斯想要在這邊繼續造弩炮船嗎 但是忍者這裡的破壞又快完成了 過來再點燃30秒 一台弩炮船就造30秒 你點一下這個東西點燃 它就等於是一台弩炮船的差距 沒有辦法現在 遊戲的設計上 日本這個忍者就是這樣 其實日本上面還是有造龍客船的 他只是先收在碼頭裡面 上面整個虧爆 日本這裡還多虧一艘弩炮船 他剛出來也完全沒辦法做事 不過就怕阿拔斯這裡的船會不會被造出來阿 阿拔斯這邊收了三艘船 不知道有什麼 不知道是漁船還是剛剛有軍艦在裡面 現在就是一個碼頭爭奪了 兩邊都要花很多成本來打這個碼頭 食物看一下 日本這裡是相對的比較高了一些 現在場面上有兩隻的忍者 甚至忍者本身自己也有帶火炬的 所以可以慢慢的燒這些碼頭 這碼頭根本沒辦法做事 炮炸三臺應該都是漁船 沒錯 所以日本的工兵船這邊應該是蠻開心的 沒有什麼問題阿 這三隻三臺捕漁船應該是沒戲的 OK 所以前期交換之下 阿拔斯拿回了自己上方的湖泊 然後日本拿了下方湖泊 好像兩邊交換的地獄而已 這邊兩邊就湖泊互換 所以感覺也沒有虧太多 阿拔斯稍微贏一點點而已 哇靠 阿拔斯還直接推衝車 而且看一下 阿拔斯只造了射箭場 所以他應該有一部分是靠那個一開始 軍事偏店送的單位造出來的這個衝撞車 對阿拿衝撞車來推日本的碼頭 那日本碼頭沒有剪價 所以日本造碼頭的成本還是算蠻高的 一百五 一百五木頭 這個時間點一百五木頭還蠻貴 你的分明什麼都還沒到很多 一百五木頭其實 就是也要花蠻多時間去拆拆機的 那日本這邊剩下一隻的忍者 剛才有一隻忍者應該是應該是去了 兩隻的話應該沒有什麼意外可以跟這個 長兵抗衡阿 因為他打長兵是非常痛 這個爆破船捨不得炸這兩個槍兵吧 忍者要去了 沒有耶殘血 而且忍者是可以慢慢回血的阿 雖然非常的慢阿 回血速度非常的慢 他跟赤猴一樣是會一滴一滴慢慢回血 只是很慢而已 我記得他一開始版本的時候沒有講到生命回復 他好像後來才加的 因為一開始很多人不知道忍者會回血 我也是後來 看到他會回血才發現 原來忍者會回血 而且 打的過程中 日本這裡也準備要上城堡時代 當然阿拔斯離城堡時代也蠻接近阿 裡面在湖泊的戰爭應該就告一段 陸地上日本還派的騎手過來騷擾 阿拔斯現在只有準備射箭艙 所以他沒有辦法反制這些騎手阿 有點麻煩 稍微被干擾了一下 阿拔斯這邊在省資源吧 他也沒有要打算在陸地上跟他較近多少 所以阿拔斯在家裡也直補了一個射箭艙 海上忍者騷擾應該也到一個段落了 大概也不會再補吧 忍者一隻也蠻貴的 120種資源 在這個時代 他血量也不算特別多 其實死的速度也是算快 現在忍者開始在旁邊巡邏 看一下雙方的視野 日本下方海域這裡掌握的也不錯 兩邊村民樹也差不多 其實打到這時間點兩邊其實差不多 雖然剛剛有激烈的交火 可是兩邊的戰損差距什麼的人都差太多 反倒是日本這裡是有騎手的關係 阿拔斯這裡有略顯痛苦的感覺 不斷的被日本這裡也騷擾阿 下方這邊阿拔斯也拉了兩隻工兵過來 各有一些村民跟漁船的損失吧 所以這邊殺了六個 阿拔斯殺了六個經濟單位 日本也殺了四個經濟單位 不過騎手要殺掉這個村民的難度 還是算蠻高的 如果你在 市政中心旁邊的話 第三時代阿拔斯選擇是文化天電 所以要走姿勢保存 然後開始研發這些清兵訓練影跟 複合弓 看是不是打這套啦 因為他也出了兩個馬就 也是有可能玩別的 他感覺要玩那個馬就單位 駱駝嗎 或者是長矛騎呢 看一下阿拔斯的選擇吧 因為日本現在蠻常會出那個女武藝者 女武藝者打法 或者是他會出這個日本騎馬武士 這也是日本第三時代非常常出非常愛用的單位 然後第一個衣袋通常都會放在這馬就裡面 阿我記得阿看到有個留言說那個他的什麼什麼 他說他的那個神道教牧師都不能拿遺跡 是因為你一開始的衣袋記得要先放放進那個 放先放到一個建築裡面 你手上不能拿衣袋都拿聖物喔 所以你要先放著你的衣袋才可以拿聖物 突然想起來有這個這個東西回答一下好了 日本這裡 已經在搬聖物了嗎 他現在叫神職生女阿 不是神道教牧師 神職生女OK 沒問題 名字改改去有時候 看多了還是會忘記 日本現在的軍事單位2400其實挺多的 阿拔斯這裡沒有出駱駝了 選擇是長矛騎 那也沒有什麼優勢呢 阿拔斯這裡面對的日本全部都是騎把武士 他其實應該要出駱駝騎 或者是混個一兩隻駱駝 有了嗎 有在罩廊 沒有那麼蠢 看到對方都已經那麼多 騎手騎士了 你還用騎士跟他拚 而且你的騎士跟日本的騎士比還短板的 人家有這個免費的反應裝甲 不是這個 偏邪裝甲 對 你跟他拚騎士單挑是不太理智的 那日本出這個騎士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要去 搬聖物嘛 你看到他 就 日本這邊也都在聖物旁邊巡邏了 不知道專注這些聖物有沒有辦法偷走 阿拔斯的駱駝出現呢 可以臭臭之外呢 打騎兵二十八點傷害非常高 駱駝出來 騎士相對就比較乏力一點喔 呃 攻擊力降的還是挺多的 可以可以可以 沒有騎兵騎本 駱駝爆打日本的騎馬武士 針綠直接跑到岸邊 要死了 沒有 還要給他跑掉 好那日本第一波攻勢看起來沒有成功 阿拔斯這里是用駱駝直接把 日本給趕回去 上面這邊搞了一波圍毆 阿拔斯的騎士三隻應該也夠了 這邊一波騎士大戰 日本死了四條騎士吧 阿拔斯死了兩個 這樣的話日本會開始轉單位 通常你第一波這樣打完之後 就要預測對手應該有可能轉單位 我覺得他應該沒那麼蠢 就是 你看到 駱駝都出了 你還跟他繼續抱騎士應該不太可能 所以日本這邊也是 開轉長槍兵了 阿拔斯這個時候就要 一樣阿 不能腦衝一直在照一樣的單位 就得稍微想一下該出什麼 有沒有 這裡就 工兵開始出 射箭常開補 這個轉兵意識 相當好 我得說 阿拔斯這邊應該是沒有看到 日本家裡的那麼多長項兵才對 我覺得他應該還沒看到 但是他已經有防範性的先出了工兵了 對日本這邊也確實出了長項兵要反推一波 阿拔斯衝過去防守 但這有長槍兵 阿拔斯工兵現在準備的數量並不夠多 五隻應該還行 但長槍兵這邊還是抓到一隻 直接架槍停馬 阿拔斯是葬送的一個騎士單位 長槍價值阿拔斯比較高 所以日本現在 理論上是稍微的烈勢才對 不過日本的經濟好像不錯 日本的食物 各項資源看起來 日本是稍微的高了一點 兩邊其實也都佔據一樣的 圖博數量 所以 各拿一個的話 剩下就是靠 自己的營運 阿拔斯營運 目前他也沒經濟偏電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加成 他知識保存研發之後 研發科技好像也不算多 目前為止 阿拔斯 射防日本進到墓區 先把他給引開 駱駝進來 感覺可以這邊應該守得住 駱駝開始追 日本這個騎馬武士也不敢停下來練戰 然後日本這裡在轉什麼 武士 武士也開始出了 阿拔斯現在在出公兵跟騎士 其實兩邊組合應該也都可以互打 目前還看不出誰輸誰贏了 感覺都蠻有機會的 反而是中路這裡在搶高地市 日本已經先有一個哨戰在中路了 阿拔斯過來想要直接拆遷掉 想要也要佔一下中路視野 中路還蠻重要的 因為這張地圖中路算是比較近的陸地距 所以中路應該都會 兵家必爭之地阿 比較容易想要穿過這一塊地 所以在這邊控制視野 除了控制視野之外阿拔斯是吃果 中間有超級多的薑果 如果能控制這一塊阿拔斯的經濟會很好 他的薑果可以吃的比較爽一點 日本這邊還有一匹騎馬武士在後方騷擾著 那現在阿拔斯要回救嗎 阿拔斯好像也看到了日本這些巡邏部隊 所以也把自己的騎兵什麼的都往回拉了 那同時日本就再做一次進攻 阿村民這裡在採果樹感覺有點小危險 中路這裡沒有任何槍兵 這日本的騎馬武士感覺有點擋不太住 而且已經被偷轉了一波老練的日本武士了 大太刀還沒拉就是了 不過應該也算是不錯的 戰鬥能力阿 阿拔斯現在的弓箭手是對付不了這些日本武士的阿 日本武士現在拿著剃刀吧 這是剃刀 我是拿武士刀阿 他甚至大太刀的話看起來會比較像武士刀 但其實那也不是武士刀 確實是大太刀 好來看一下 這一個交戰就很重要了 來這個復換下去誰輸誰贏呢 各位這邊可以猜測一下 在理論上這裡日本的日本武士這麼多 但是阿拔斯的騎士駱駝也不少 目前日本武士也還沒有升大太刀 這一波交火後面還有阿拔斯的弓箭手 墊在這個地方 交換下到底誰輸誰贏呢 不過這個哨戰比較可惜沒有任何的村民進入 打完之後日本沒有衝下來 阿拔斯比較優勢喔 軍隊數量比較多 但後續的日本部隊也還沒有 結束 所以應該還要再集結一小波 日本現在軍隊還有4300的價值 那就是阿拔斯工兵的惡夢阿 阿拔斯這邊只剩下駱駝 努兵跟工兵 其實騎士也還有 好吧也都是什麼單位都有阿 就看軍隊價值了還有操作吧 日本再衝一波 這裡的日本武士應該多起來了 大太刀還沒拉火灶也在升級近戰攻擊了 那因為日本近戰本來就比別人文明多一攻拉 所以你說他日本武士其實砍起來還是會稍微痛一點的 比一般的裝甲步兵再強 而且還有這個偏斜裝甲 本身可以吸收一發傷害 主要是這台投資車好像也沒辦法應付了 哇這個村民 阿拔斯一直要設法到中間吃果樹 吃果樹但是一直被日本給阻止掉 這裡的村民也沒有任何的反應 看來阿拔斯已經是不想打了 GG結束這場比賽哦 好啦看到這邊 啊還沒點贊的可以點贊支持一下 然後一樣感謝這個上一支這個 辛苦製片的各位的感謝跟支持啊 我都有看到那 今天這影片就單純帶這個 精華的吧 呃因為我看了一下真的很多片都是只有十幾分鐘 就他們對戰 像這樣子你看阿拔斯其實投降就蠻果決的 然後他已經知道他已經不可能贏的時候 就後面對戰這一輪對戰很多 除了那個BISTI對D幕之外 很多對戰都是這樣 啊就是我覺得他確定自己要輸了 然後就就就投降了就還蠻快的 啊反正這場也讓各位看一下日本在混合圖上的表現吧 好吧那就這樣子感谢各位 我們接下來下次更多CDR4的相關對戰影片吧 就一樣下一個影片再見拜拜